这个文化在这个山顶相当发达 不然有各种技术在港亚评也是百万款 就像每年在街上会 上来港亚课都会讨过作品 来展现自己的才华 其中港亚课 中柴塞塑利用这边含地会技术 提现一个大会呐 也向前这个山顶这几年 这一大作会训什么事的意义 这个山顶的北里买人的好会地 和没做人印象清聚 就连这个港亚课 中柴塞塑也放不进这种美景 就以河会为主帝来展现 每年在街上会的作品 除了用这边来制作一个大会呐 上试一看 面对河会竟然是用地数的地会技术来完成 我们第三年来 这几年来都装河发 我就想到这样 用河发来制作一个主题 主编的部分 我是用山道文 下去变一个大竹篮 面对河发来制作一个大竹篮 我用最特有的铲花 给它呈现出来 喊包的 盛开的 还有年龐 我给自己资料一下 看起来一幅很美丽的画景 这样 还在这里要漂亮 第一婚要在厨很大竹 是非常高竿 也显示竹筛所在这会儿 是会下很大的工夫 它是很感谢公司提供机会 让上来的工业家来典现材料 也让更多人看到它的作品 因为产花要订得很大竹 是很困难的大事 这每一片和每一片蜜花 都是我穿手 我都拿出来的 给它呈现出来 通满青春的气势 最要感谢的就是 正公司 让我们有这边的机会 希望全城各地的好朋友 可以充足一天 可以让我们第三个 吓成我们主义登会 第一会在台湾早期的 在分析手当中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丢柴手中丁一会 跟特别两个工业的技术 结合作为 不哪怕出自己都有的风景 也为她的作品 真加美酒公菜 期待下期再见